尊重他人可以说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了 尤其是明星艺人嘛 在瞩目的灯光下 更要轻视流离 给粉丝们带来一个好的表率 不得不说 在我国的娱乐圈 大多数的艺人都是非常天虚好学的 面对前辈也非常尊敬 身为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才华 以及帅气的长相 深受大家喜欢 刘德华可以说是一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人物 虽然他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但是他的身影却深深的留在大家的心中 不仅如此 刘德华的染品也是他深受大家的喜欢的主要原因 他非常乐于帮助新人 娱乐圈中很多的明星都受到过刘德华的照顾 连张卫健都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自己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成就 是完全离不开刘德华的帮助的 就是这么一位得一双新的艺人 在给一位小鲜肉颁奖的时候 小鲜肉居然满脸不信单手接过奖杯 如今这位小鲜肉怎么样了 刘德华在娱乐圈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也经常会出帮一些颁奖活动 给新人带出肯定和鼓励 之前有一次刘德华为EXO颁奖的时候 面对新人 刘德华也是非常尊重的 双手捧着奖杯 微微弯腰的刘德华 非常值得大家尊重 毕竟面对新人能有这样的态度 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史与言之 忠于人品 说的应该就是刘德华这样的偶像了 把关金俊缅接奖杯的样子 就让人非常的生气了 他不仅单手接过刘德华的奖杯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刘德华一眼 这样的态度确实让人非常的不喜欢 也因此引起了粉丝的怒怼 韩国的娱乐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那位干手接过刘德华奖杯的小鲜肉 如今早就已经过气了 其实小编觉得 细节决定成败 相信这也是为什么金正面会慢慢过气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金正面会慢慢过气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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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